世界勇联锦标赛迎来女单十米台半决赛 全红禅延续自己的状态 以第一名的身份 携手队友陈玉希进入决赛 决赛时间是北京时间7月19日17点 预赛中36位选手参赛 全红禅与陈玉希连位出场 最终全红禅以完美的舞跳取得了预赛第一名 总成绩435.60分 领先陈玉希的393.00分达到了42.6分之多 马不停蹄参加半决赛 全红禅依然是相同的动作 第一跳 难度系数3.0的107B 全红禅获得了85.50分 一个裁判给出了10分的满分 相同的动作 陈玉希也获得了一个裁判给出的10分 拿下84.00分紧随 第二跳 全红禅在407C这个动作表现完美 空中动作优美 水花消失数更是惊艳全场 全红禅再次证明了为何是这个项目世界记录保持者 7个裁判 6个给出了10分 最低分9.5分 只有一个还被踢除 所以 在难度系数3.2加成的情况下 这个动作总分96分 全红禅得到96分 全场沸腾了 陈玉希在相同的动作拿下了86.40 继续排名第二 第三跳 全红禅选择的是难度系数3.2的6243D 依然表现稳定 拿下了86.40分 陈玉希的动作是难度系数3.3的626C 这一跳发挥几乎完美 获得了89.10分 第四跳 中国两位小将挑战难度系数3.3的207C 这是全红禅容易出失误的一跳 结果表现出色 拿到了89.10分 陈玉希同样也不落后 拿下了84.15分 最后一跳 两人的动作都是难度系数3.2的5253B 结果全红禅完美发挥收获4个10分 拿到了94.40分的高分 陈玉希这个动作获得86.40分 这样一来 全红禅总成绩451.40分 力压陈玉希的430.05分 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决赛 原战预赛与半决赛都能力压陈玉希 全红禅无愧是头号夺冠热门 决赛时间是北京时间7月19日17点 去年市井赛 陈玉希险胜全红禅实现该项目二连贯 全红禅虽然贵为奥运十米台女单冠军 但是锦赛还没有获得过冠军 决赛中 是陈玉希三连贯 还是全红禅首次问鼎呢 闪了红禅首次问鼎呢 幸空-330分 是超红禅首次问鼎呢 都在火车复射射水 突然相当禅首次问鼎呢 我可能不愿意 不是什么 诶